补充的吗 如果有的话请继续您的销售啊 来说一说 来点评几句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把话题转到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有好多的网友呢 在我们的新闻观察员啊 观察室呢就提出 现在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美国在整个美洲吧 巴西昨天是统计数字呢 是5.5万人 一月成为了第二个确诊人数 超过百万的国家 当然有一些人说呢 其实百万的国家很多啊 只不过是巴西呢 被检测出来了这么多而已 的确我们也同意这一点 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美国呢 美国在昨天的检测数量 也是超过三万人 已经逐步的逼近了 当时在第一轮爆发期的这个时刻 那么今天的美国呢 被称之为呢 是第二轮呢 因为彻底的解禁 或者有很多批评川普总统 一些人士认为呢 是川普总统不断推进的 这种解禁呢 导致了美国第二轮的爆发 那么现在的爆发的很多州呢 包括我们知道的 像德克萨斯 像我们知道的佛罗里达 像我们知道的很多的 南方的一些州呢 都出现了这种爆发的形势 这也是川普总统 面临的另外一个压力啊 因为川普总统呢 一直在推动着 捷径捷径 而今天的这种新爆发 并且死亡人数呢 又开始回升的 这种情况之下呢 的确是给美国的 一个新考验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形势呢 可以说呢 是没有人有好的办法 或者是没有人能够去 直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 有什么样的办法 才能够去解决 原来呢 我们看到呢 有很多的媒体的人士就讲啊 包括一些专家说呢 随着气温的不断的回升呢 这个病毒呢 会有大幅度下降的这种趋势 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这个 不仅仅南美洲在爆发 而且包括是这样最热的 像这个赤道以北线的啊 现在正好是南北半球的夏季 包括中东地区气温 白天的气温都平均高达30多摄氏度 而甚至极个别的时候呢 就达到50多摄氏度 地表温度能够达到70摄氏度 这样的一个气温之下 病毒和患者 依旧在持续的增加到 所以呢 人们对这个病毒的认知呢 似乎是越来越弱 越时间越长 按理来说呢 可能认得更清楚 但是现在呢 却认得更不清楚 或者说越来越不认识 包括北京现在疫情的这次爆发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两天呢 来自于中国的最新消息 是怎么说的呢 中国的最新消息是 北京的这个疫情 是来自于境外的 依旧被他们称之为是来自于境外的 被冷藏起来的某些物品当中所带来的 因为它是属于欧洲 三月份和二月份爆发的这个病毒 是老病毒 真的是如此呢 那么欧洲的专家呢 并不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呢 也认为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美国所采访到的很多专家 也认为不会是这样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越来越是扑朔明明 那么连世界卫生组织的 我们知道这个早就应该被下台 并且呢 是绝对对不应该再去担任这样一个 世卫组织的这个谭德赛先生 这两天呢 也发出了新的警告 他认为呢 这个疫情呢 第二波已经出现 那么美国的根据数据呢 我们看到呢 已经是出现了 并且呢 威胁着已经 这个脚步呢 已经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37号网友就曾经提到了这个话题 我现在继续想邀请我们的37号网友 您来谈一谈 您现在所掌握的情况和您认为 现在的疫情给整个美国社会 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打击和冲击 包括您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您请 我就是看了一下 我其实也是刚做节目之前 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什么 昨天全球增加了是多少万 是18万 然后我就看一下美国 因为最近我一直知道是在2万多嘛 有点反弹 没想到昨天3万3了 那我想完蛋了 这个走出比自行走势了 然后我对这个疫情没有更多的体会了 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现在在一个比较小地方 我在这里去超市都是不戴口罩的 所以说对我的影响是极其的小 我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波及和影响 我反倒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谈一下前面巴尔那个就是检察官的这个事情 前面正好在看一个新闻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谈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这里面有点诡异的是 就是说好像现在看起来总统是有权力去 就是解雇 就是检察官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总统好像说他 这跟他没有关系 这个是比较诡异的地方 因为现在司法部长好像是没有权力去解雇 他下面的这个检察官 他司法部长巴尔说的是 我建议你辞职 你这个活你别干了 他不愿意辞职 他想干完 那么他说司法部长巴尔就说 那我建议总统 我会要求总统把你给解雇了 那么这个基本上在我现在看到 现在也是符合法律的 就是总统确实有这个职权 虽然有一些法律争议 因为这个检察官当时他被 任命的时候有些特殊 他是由法 他是由那个法庭任命的 他不是直接由 就是司法部长或者是总统任命 他是当时是法庭任命 但这是一个法律细节问题 所以说会有一些法律争议 但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好像总统解雇他没问题 但是现在万件是 这个唯一有权利解雇他的总统 说这个决定跟他没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比较诡异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需要 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方面 就是如果是真的关注这个新闻的话 如果总统站出来 就是现在等于是说 总统的表态和司法部长的那个表态 其实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唯一有权利解雇他的人 既然说自己跟这个决定没有关系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一点 好的 谢谢我们的37号网友 那我们其他的网友 有没有关心现在疫情的情况的 或者是有其他的地方需要发表您的观点 Steven小Q先生您请 你好 谢谢马先生 我可能又扮演一个提供不同角度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比较厉害这个民进比较允许 而且还比较允许这个不同角度 而且还理性互相尊重的这个这么一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 应该说这个趋势确实是值得担心 但是有没有那么严重 我有我自己的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说是南半球的情况 那基本上如果说大家关注CDC的 就是那个大家到福西 我一直觉得这个福西这个证明是有点怪 福西他就说他说会严格的 就会非常关注南方 就是南半球的情况 因为那边是相当于是和北半球的季节是反着 现在是他们的秋冬季节 您请继续 听不到您说话 听不到您说话 您的声音我们听不到 可能是信号问题 现在可以了 您请讲 现在可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刚才可能网络稍微断了一点 这个是 所以我不知道刚才断到哪了 我就是说简单的说 就是南方的南半球的情况 可能真的是按照福西博士的说法 就是他认为如果说那边的情况比较恶好的话 那么代表着有比较大的概率 北半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进入秋冬季节的话 有可能第二步疫情 所以这个南半球的情况恶化是就是行李之中的 就是说当然这个说话说起来有点难听了 我们也希望他不能 但是实时情况就是这么发展 那么北方北半球的情况呢 我觉得比如说是德州 还有这个比较就是美国南方比较严认的一些州呢 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因为他的温度已经升高到一定程度 那么有可能有人 人们大量的进入了室内活动 进入了有公调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室内活动 室内的这个传染率比室外活动的传染率高很多 所以这个传染有可能是要引起的 还有一个角度呢 是这个相当于是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呢 对金融市场影响比较大 所以他们会花很大的精力 他们做这个观察 就是说美国的情况扩散比较快 其实是这两周才开始的 那么我们知道大概两周半 两周半前 其实是这个有关种族歧视的 这个游行大爆发的时期 如果说是这个两周的时间 对应的是病毒扩散的时间 就是说你显现出来的时间的话 那么大概这个说是 很多人说是其实是对 就是重开经济 可能他所对疫情扩散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了 还有什么另外一些观点 我可以贡献的 那就是说是这个 另外我觉得国内的情况可能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我是从另外一个观点考虑的 就是说你测试的时候 有可能是因为测试现在比以前 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测试的这个率高了更多 但是呢 有一个事情你是挡不住的 就是入院率 如果我们没有说是发现这个国内不同的地区 或者说是北京的入院率突然之间高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说明至少是说明在两周前这个时间 因为入院总是会比这个感染要延后一些的 那么说明在两周前至少没有大规模的这些就是社区传染 这是我想说的吧 还有另外一个一点就是说是 这个比较关注这个数据的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全国来看 他们的这个就是测试阳性率 就是接受测试 然后这个阳性率全国来看是比较平稳 但是如果你下去去看的话 其实测试阳性率 你把它分组分 年龄分组的话 相对老年人 其实这个阳性测试率在下降了很多 相比于四月份 但是年轻人的测试阳性率就有一些上升 所以这样两方相加一个平衡 那相当于是全国整体人口的测试阳性率 保持平稳 这个说明了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年轻人 不是特别注意这个社交距离 这个物理隔绝之类的 所以导致了这个在年轻人之间的这个扩散比较严重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临床上面大家观察到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入院的这个测试阳性 还有入院的这些人 这个平均年龄一直在成一个下降的局势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入院接受治疗 这是我想提供的一些信息 好的 谢谢我们的Steven小Q先生 非常感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谷歌先生 谷歌先生您请 马俊好大家好 这个疫情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位小Q先生说 它没那么严重 它确实没那么严重 国内肯定不严重 因为现在美国还成万成万的爆 国内一爆几十个一百个 这个也没多少 但是现在问题是这种防疫措施 它产生的问题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大 动不动一下就全封起来 我们还要回忆一下 大概两三个月前 有人说这个病毒就是为举国体制来发明的 量身定做的 这个举国体制对这个东西的反应非常敏感 就一说北京有病毒 哪怕中央三零五身要求这个不能区别对待 像比如说在北京近期旅游过的 但是它有阴性检测 地方上不能不让入境 实际上地方都在不让入境 那就是北京来的反正反复刁难 要么你隔离要么你回去 这种情况我们在网上都可以看见 那么这个而且就是北京这一弄大概 虽然病例数不多 但基本上几个几大城区都设计了 然后封闭啊什么这些都开始了 然后事业单位当中只有一半上班 然后很多这个娱乐行业和这个服务场所 基本上全都关闭了 所以这个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甚至有人很夸张的说 这个第二次疫情 第二波疫情比第一波的影响更大 对信心的影响更大 甚至比撂一颗核弹这个影响还大 这个我觉得都是存在的 另外还有一个隐含的东西 就是它对中央的垂直管理 直接造成了问题 这在第一次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有 就是14天不能出去 北京的是要求你出去以后回来就隔离14天 这样造成很多中央直属的部委 包括是那个企事业单位不能去派大员下去 中央大员就不能下去指导工作 地方政府包括一些国家直属企业和事业单位 很如鱼得水 好不容易自己掌握了权力 想怎么弄怎么弄 有很多地方性的地方自己的玩法 所以它有失控的嫌疑 现在北京爆发了同样 就是说中央过去的人老是被隔离 所以它就从这个政权管理来说 也产生了阻碍 所以说现在就有了一些 据说是最高指示 说解决问题的代价不能比问题本身的代价还大 这就是我觉得第二波疫情 它的这个复杂之处 因为它不管是它是境内的病毒 还是境外的病毒 免不了的第二第三波 这是我们早就预言过的 起码好几波 从这个1917年这个西班牙流感 它应该是1917年的年底 一直到1918年全年到1919年上半年 才基本结束 现在看来这个流感呢 就这个COVID 大概起码也得一两年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两年之中 爆发个两到三次 或者三到四次 一爆发就全封锁 一爆发就全封锁 别谈什么贸易战 别谈什么其他的 什么都别谈了 直接就降到冰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 这个可以叫做次生灾害吧 这个比那个问题更大 好 我就这些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网友的点评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 今天的六度头雕的收看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点个赞 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 非是在我们的新闻观察联盟 也应该给我们出去点个赞 给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我们的导播的心情付出 我们六度头雕 天天见 再见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六度新闻 全球新闻大集合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六度新闻